一部无双那周润巴一夜之间似乎又成了顶级流量 朋友圈微博到处都看到了对他称赞不已的言论 无双凭着高口碑 可以说完全理系的张一蒙了影 除了剧本剧情都非常有意思外 电影里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周润巴的状态 今年已经63岁的他完全还是几十年前在上海滩的样子 让不少人感叹 观众都已经老了 他却像洞灵了一样 甚至最近传得最火的一张图 就是他和刘德华身材对比图 图里的年代不遥远 是2016年的时 完全没有经过PS的图 不得不心疼下华仔 本身刘德华虽然不算很高 再也是174的个子了 但在周润巴面前 显得像个小矮人 完全没有不尊重华仔的意思 更让人震惊的是 周润巴身高其实只有182 但总感觉像190的样子 这样看来 比例真的好重要 发格是真实的完美九头身了 论气长气质颜值 感觉男心里无人能及了吧 提起周润巴 无论是年轻了时还是现在 他大概是同时期 里最没有黑点的一个人 也是所有港心里好感度最好的一位 在香港更被奉为神谈及大哥 而 就是这样一位神谈及大哥 经常在香港被奥语 穿着简朴 像普通人一样 在各种小店里穿梭 从不带保镖 看到路人很自然的跟他们合照 过着完全不同于大家看到的明星类的生活 毕竟平时我们看到的那些明星 不管是一线 还是三四线 身边总守不了保镖的 沙贝宁在某次采访中问极发哥 为啥总看到他和路人合照 周润巴的画败网友称为 打脸的所有觉得自己尽贵的明星 依然要放位思考 他从小就看我的电影 每次我有电影上映 他就掏钱去支持 其实他就是我的老板 合影这些要求是应该的 我特别高兴 这种换位思考 真的太暖心了啊 娱乐圈像周润巴这样 又接地气又清明 又有好作品的演员太少了 随着网络化越来越低龄 进入娱乐圈的桥间 越来越宽松 得意烧心 已经成了一种看不见的形式 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了 八格红于90年代的娱乐圈 那时的圈子虽然也不太平 但每一位能红的演员 确实是靠作品一步步累积上来的 而且他们本身做演员是非常有阅历的 拍戏之前人生就已经非常丰富了 所以拍出来的作品相对而言非常的走心 比较有内容 周润巴演戏前16岁 就为了生计奔波了 之前做过各种发工 早些年的发歌经历也是很惨的 直到上海滩爆红才算好一些 也许正是因为吃过苦 更懂得成功的艰辛 所以周润发在红之后 一直保持着纯粹的本心 这些年赚的钱大部分都做了慈善 据说金额数目高达你十多亿 自己不拍戏的时候就穿着不到一百块的T恤 十几块的拖鞋 像普通人一样去商场买大折的东西 还会在菜市场讨价 还价 感觉真正的演员是这样子的 脱续戏服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发歌活得太通透了啊 从来没把自己看得多金贵 不演戏时就是一普通人 把多余的钱捐给世界上很多需要钱的地方是责任 63岁的周润发能一直红这么多年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各位喜欢发歌吗 最喜欢他哪个角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